歡迎光臨 這個是你幾歲的時候 跟爸爸照的 三歲跟爸爸照 三歲跟爸爸照 這個是… 今年跟爸爸照 今年跟爸爸照 三十年後 用同樣的姿勢 四十年後 四十年後… 你是把這張照片找出來之後 故意擺一個同樣的姿勢嗎 對 因為爸爸已經有一點 中風好幾次了 所以比較不清楚了 那我就跟他說 你把手放在這邊 我就跟我小孩子說 你要對好 對好手衣 跟以前的照片有沒有一樣 然後就把爸爸的頭斜一下 你有五個小孩 五個小孩 而且看起來滿密集的 一年一個 我回去找她 找哈佛牙科的主任 天啊 都是我們這位 美麗的太太生的 對 然後聽說她也是一個牙醫 很有名的牙醫 對 她每年九月的時候 她是同一個時期 有時候很多人都說 你那個孩子五年還在 還在你肚子裡 因為每年九月看到她 就是一樣的 她就是在懷孕 就是懷孕那麼大的時候 然後她還能維持 這麼美麗的身材喔 然後自己還是一個看業的醫生 也是看業的牙醫師 也是哈佛博士 也是哈佛的博士 對 你怎麼追來的 因為我去學校的時候 聽說那是西北 我去西北的時候 聽說西北出美女 那我就很高興 因為我準備要結婚了 所以我就去西北 亞洲科的時候嘛 那走進去的時候 就有一個人的辦公室 教授辦公室有貼她的照片 那我說那麼漂亮的女孩子是誰 她說她已經畢業了 學姐 對 你來了兩天前 她已經畢業走了 那我覺得真的 我福氣真的沒有那個福氣 那有一天我快要畢業的時候 她剛好回來學校講課 那很多教授在追她 那我就覺得可能追不到吧 那最後是…不好意思 好像她在追我 你應該問她了,不要問我 所以… 反正你們到底追了多久才結婚 誰追誰 蠻快的 其實我們小小留學生 有一個悲哀 小小留學生其實以後的對象 就是小小留學生的 不是台灣人 可能是別國 也可能非洲 可能南美都有 但是因為我們的圈子 就是這麼小 我以前有回來常常相親啊 但是就是感覺好像長得像 但是… 有隔閡了 有一點不對 對啊,那跟美國人 也有覺得什麼都很像 但是好像鏡子不太像 照鏡子不太像 所以我們會變成有一個小圈子 那最後就… 她也是小小留學生,韓國人 那就… 起碼長得像一點 而且這個韓國人長得好漂亮 真的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而且最主要是她願意生五個孩子 她本來要生十二個 我老大是… 十二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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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要生十二個的耶 你要生十二個的耶 你要生十二個的耶 沒有,是我要生十二個,對 但是我從老鼠一直生,生到龍嘛 她真的每一年都生啊 對,生到龍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停了 媽媽說夠了… 妳都不知道以後的大學費多貴 連你媽都說夠了 對 孫子五個就夠了 然後她說… 她好生,不是那我 沒有,她好玩是有一次 她懷孕很大的時候 對 那還在開刀 然後開刀的時候 植牙的時候 那個小孩子都會 然後病人說 妳小孩子在踢我的耳朵 那有一次 她有幾次就是開完了刀 就心裡拿著 就跟我的員工說 妳叫利亞明天早上來接我 那她就去醫院了 那明天我去的時候 小孩子就出來了 就接出來了 那我們就又回家 那明天又開始 她都沒有坐月子 就每天就開始 又繼續上班 然後明年又繼續生孩子 好冰喔 不過今天請陳醫師來 不是要聽他的羅曼史 主要是我想陳醫師 因為他診所都在美國 那我想也很多台灣醫師跟你學 那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因為我老實講 我們正要選一個牙醫師 尤其是植牙 我不知道標準在哪裡 我們中國人有一個壞習慣 就是說反正熟得大 那種感覺 對… 因為很累 那所以其實也不是 因為十五十個這麼說 但是植牙其實要嘛就植好 不要嘛就不要植 因為後遺症也滿多的植不好 應該問一些醫生 說你植牙植多久 但是每個醫生都會跟你說 我植二十年 其實不是 你要跟他說植牙不是開業 你開業有人開業二十年 對 但植牙才昨天開始 第三個就是你應該問說 萬一有問題 你會不會處理 這是最重要的 除了陳醫師的建議之外 我想是多問 對 其實親戚朋友多問也會有 不是,我們台灣人 都會貨比三家 可是我們比的都是價錢 這個比一比 像植牙有人開到四萬塊 真的 所以它價差很大 貴了十萬 像那種我真的不建議 因為有些時候 可能是中國大陸做的植牙植 對,那種就很不好 你是連帶團都帶出新格來就對了 對… 帶牙醫團都帶出新格 我就跟他們一上課一起 對 好,不過今天我想 一方面 陳醫師給我們帶來 最新的新知 二方面也知道 他在美國奮鬥的歷程 還有非常美麗的妻子 跟我們一起錄這個影 非常高興 你有機會回來台灣開業嗎 對 以後應該會 以後 爸爸叫我回來 爸爸叫你回來 你可不可以算便宜啊 不是 OK,謝謝陳醫師姐姐 還有各位 謝謝